大家好,我是Savin Abdole Co-Founder Nation,那10点了,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先开个场 我先用中文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中文区的项目方和评委也比较多 OK,对,OK,到差不多 OK,大家好,我是Savin Abdole Co-Founder Nation,也是主办方之一 那今天我们和这个Mask Network,然后OKX Web3,以及Tencent Cloud AWS 来举办这样的一个烫生态的加速营活动 本身活动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现在马上要举行的这个online的这个demo day 那在online demo day,我们有大概15个项目是经过初选 那我们内部的初选,马上要录演的 那录演的项目,然后会有这个mento的这个打分 我们会选出大概五个有限的项目 那除了online demo day这块呢,我们接下来也有线下的offline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大概是在Token 2049期间的新加坡 那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也是会邀请到我们不错的项目方 然后和我们导师在新加坡2049期间有一个线下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对,那等会儿录演的话 就是按照我们已经给到大家发布的这个录演的名单的顺序 每个项目的录演的时间大概是五分钟 那五分钟录演完之后,我们会留一到两个问题 和这个评委导师进行这样的一个互动的环节 那我们也会在本次online demo day结束后的这个两天内 把这个获奖的这个优胜的项目方 然后通过媒介的方式告诉大家 OK 那在这个第一个项目准备期间 然后这个我也介绍一下这个本次活动的这个评委 那包括这个ABCDE, OKX, Web3的生态伙伴 包括Face Ventures,包括Forsight Ventures,包括Chainbase 包括Tencent Cloud,包括Aladdin,包括CMX,包括Murling Chain 包括Mocha Ventures,包括GoPlus,包括LSC,包括Catizen,包括USLink 包括火凤,包括DWF Labs,包括Time Foundation 以及Mask的这个评委 那打分的细则我简单介绍一下 大概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创新性 第二个是商业和技术性 第三个就是Market这块的一个前景 第四个就是和Town Eco System这样的一个契合度 生态的一个契合度 第五个是产品的成熟度 第六个就是现场的这样的一个 Presentation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每个分类大概是有1到4分 那我们的导师也是会根据这个来对每一个分类 然后进行1到4分里面的这样一个打分 最后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 OK 那考虑到本次也有英文区的这个项目方参加 然后我在这个简单地用英文 然后也介绍一下 OK OK Thank you everyone And here is Nathan Cofounder of Sanvedel Thank you for joining our Accelerator event Our even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 online demo day And offline interaction with Mentos The online part is going now And the offline part will take play around Token 2049 in Singapore We are hosting this event because we see great potential in the demand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traffic side of the crypto space And the telegram ecosystem is currently the best scenario we observed Today's demo day projects in the town ecosystem focusing on infra liquidity and applications Each project will have five minutes to present After the presentations If any judges have questions We will arrange one or two questions per project The result of the award winning project will be announced through media within the next two days After we tidy this course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Mask Network, Sanvedel, OKEx Web3 And the support from Tencent Cloud and AWS OK 那我们开始的话就是先从第一个项目开始 然后项目方的话可以用中文或者是用英文都OK 根据你们这个最习惯的方式的语言就行 好的 那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第一个项目 好 Hello 大家好 谢谢 谢谢Nathan 然后谢谢陈老师邀请 谢谢Mask 然后 谢谢各位同僚和各位老板 这个五分钟我简单的就尽快的说一下 这个分享屏幕是可以的是吧 可以可以 好的 那我就 我这边有个代课待会不按代课讲了 五分钟很快 我平时也不让我也不太按这个大概来讲这个东西 对吧 我就简单讲一下 我们这个DPSIM呢 大家看到我们刚好这个电脑板 这个昨天也上线了 这个 我们目前做了一个大概 为期不到一个星期的 五天的一个内部测试 把我们邀请了200个KL 我们今天我刚刚看了一下后台数据 我们这个超过了一万多的用户 一万个用户 大概到一万零一百 所以这个刚好有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 DPSIM呢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这个比较Cripsonative的一个 就五国界的一个eSIM 我们也有这个实体SIM的一个network 我们主要的是 这个build down在这个Telegram的一个生态里边 最主要因做这个原因 做这个项目原因呢 是我本身呢 自己有这个需求 因为这个全球到处去开会 我相信各位同僚和各位老板 也可能有这个同样的一个需求 就是说 我们的SIM卡在这个自己所在的这个本地的区域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我们出差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经常出差的时候 确实是不好用 因为我们本身在欧洲 在英国 然后呢 每次出差回来呢 我的这个电话的这个bill都差不多超过快1000英镑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欧洲的这个电话费确实是 尤其是卖油啊 确实是蛮头痛的 所以我本身是有这个需求 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确实是这种一个产品 当然web2里边有这个产品 但是web2的产品呢 第一呢是我们觉得价格没有做到很低 第二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没有一个web3的我们这些东西啊 进行一个结合 那么我们当时考虑到 这个汤生态也是因为汤这个生态的一个流量入口啊 基于它本身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流量池 我们就把它整体的做起来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的这个窗口啊 这个基本上我们大概电脑般的目前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目前比较流行的Taptor 这个模式啊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点击来增加这个积分啊 那同时呢 我们这个相对于啊 这个大部分呢 我们跟更完全web3的 其他的这个同僚的这个项目不一样的 我们是把web2和web3呢 起来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整个的一个电信的 这个SIM卡的内容业务 有一个web2的一个 我们的revenue的一个支撑 那同时呢我们把这个web3的一些玩法 我们把这个eSIM卡和这个SIM卡当成一个 类似于DPIN的一个device 我们把它这个 更丰富化的啊 结合起来啊 那在挖我们这个积分的同时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边 我们也可以挖一些免费的流量啊 点点点 我们最后可以挖到一个G啊 最多可以挖到10个G 然后呢 在一定时间内呢啊 我们是可以免费使用它的啊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个啊 现在来讲 我们叫做travel to earn的这么一个玩法 就是全世界像啊 我们经常出差的各位同事啊啊 然后各位老板 对吧啊 每到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啊 这个地区点亮 然后会我们会送一个package 送一个礼物和一个奖励 一个reward在这边啊 然后会有不同的啊 这种啊特权啊 我们会把它这个啊 分分发给大家啊 那同时呢 作为一个dpin的一个mining device 那每每每每一段时间呢 我会送送一些奖励在这边啊 就像我刚才一一登录的时候啊 我们获得奖励 每次登录都会有啊 那同时呢啊 这个我们有不同的一个特权的啊 一个啊呃 应该是会员吧 我们有这种付费的约会员 然后年会员 包括呃 这个中时的vip啊 那也有不同的啊 相对来讲啊 不同的一个呃 这个呃 各种特权啊 这个在里面啊 搜挖框啊 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 呃 那这个只是一个流量误口 然后让大家玩的 那那剩下呢 就是呃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直接坐在了 汤上的这种一个支付的系统来购买啊 呃 这个流量啊 呃 我们现在支持的是呢 这个呃 不同的一个呃 呃 呃 我们叫做套餐吧 国内 国内应该叫做套餐 对 那呃 啊 我们现在是呃 汤上的 我们可以用汤上的这个呃 USDT和呃 可以用汤 Token本身来支付啊 然后跟我们会有一个呃 Oracle 有一个原机在这边来计算一个呃 实时的一个一个一个价格啊 那目前呢呃 我们也有一些 虽然虽然我们在测试阶段测试几天 我们的营收也还是不错的 对啊 呃 呃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呃 我们会一些实体化的直接加进去 然后进行一个呃 链接 然后我们线下发的实体卡啊 和和线上给的这个ECM都可以进行一个 呃 在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TG Boat里边啊 进行一个呃 怎么讲呃 娱乐也好 Entertainment也好 然后呃 一个呃 呃 应该就是说流量的获取啊 包括积分的获取啊 啊 那同时呢 我们有不同的任务 我们有一个反应系统啊 这个反应系统呢 就OK 我们可以邀请呃 这个呃 好友啊 你有自己的一个呃 邀请嘛 啊 然后包括自己邀请的好友列表 然后自己的一个获得的一个收益 都会在这边啊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任务系统 大家可以通过做不同的这个任务来获得一个积分和和各种不同的流量啊 每个会奖励很多 我们每天呃 每天呃任务做下来获得的这些呃应该说是呃流量也好 积分也好啊 啊有也是蛮多的啊 啊 那后面呢 这个呃我们后面的这个一个更大的一个想法呢是呃当我们做到一定的这个规模之后呢 我们会变成一个相呃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流量尺啊啊 啊 那么呃后面我会有一个我们有一个market 有一个呃全球的一个市场 你用不了的这些呃积分也好 包括你的流量也好啊 大家可以互相的进行交易啊 或者是赠送啊都可以啊 给这个亲朋也好也好 或者买那用不了的也可以在市场上卖掉 对啊 提供一个marketplace在这边啊 同时呢我们也会跟其他的一些啊 这个LT的啊 呃一些项目方啊 包括这个有这个dpnus的我们进行一个呃 结合和连接 因为有很多的啊 目前有很多的这个手机 包括我们看到啊 汤上有特别多的手机 iPhone也好 包括其他的这个啊 网络像那个Solana Mobile这些啊 就最终他们还是需要有 有一个sim卡的一个一个支持的啊 那我们可以他们进行一个 直接的一个连接在这边啊 然后还有这个啊 整个的一个呃 后面会有一个跟传统方面的结合吧 很多的呃像呃旅游公司啊 包括这个机票的一个呃订购啊 包括这个酒店订购啊 我们都会有一个呃呃 跟传统方面的一个结合啊 最后呢就是说连接呃 这个汤上的钱包的话啊 我们也会像呃 就我们有一个空头的玩法啊 也会可能一些币 我们会跟很多的这个有呃 合作合作方啊 啊这个会拿一些空头 然后每个月或者每个星期 我会空头给这个所有的用户 一些可能大家获得空头的这些费用啊 就可以cover到啊 这个啊呃 他们每个月在这个sim卡上的一些花费了 那这样的话呢 啊我们会给一些相对说比较多的一些激励啊 那我们整个的一个呃市场呢 一个target market呢 啊呃 其实还是蛮大的啊 一个呢是啊 相对来讲我们这种啊 这个啊 travel for business 的一些 我们这些呃 经常出差的啊 website也好 website也好 啊 或者是呃website 然后想见到website的这些朋友啊 我们 其实最大一点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破圈 我们会把很多的website的流量带进来啊 因为通过website那些基地的玩法 我觉得是蛮好的 对啊 另外呢 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呃 所在地受一些限制的啊 因为我们呃 现在给的 大家可以能看到我们这边的eSIM给的是加4E的号码啊 因为我们目前是跟呃 呃 瑞士电信呃 英国电信 荷兰电信和二连电信 欧洲的四大电信上进行了一个合作啊 那么我们给到的号段是瑞士的号段 英国的号段 然后荷兰的号段啊 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呃 有一些比较限制的地方 比如像啊 我们回国回大陆的话啊 那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呃 访问外网 对吧啊 那么不需要VPN直接用我们开启我们这个就可以了 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哎 好的 谢谢啊 时间到了 好的 没事 好 大概就是这样子 哎 然后一些这个website 还有中文 哎 好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感谢那个我我猜一句啊 因为我们这个呃 时间比较有限啊 一个项目五分钟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把这个项目的方向啊 这个宏观的介绍一下 然后把自己的团队介绍一下 这样方便这个我们的VC朋友包括评委啊 在私下来主动找你们去交流啊 好 下一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大家 嗯 各位嘉宾老师还有各位同僚早上好 呃 我们是奥塔团队 呃 奥塔是一款即将在烫上面首发的放置类的虚拟宠物养成类的游戏 然后我们团队曾经是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了小幽灵的NFT 然后是目前中国最好的Web3 IP 然后呃 这个小幽灵我们从发行到现在的二级市场交易量大概是八千万美金左右 然后地板价是保持在发售价的四到五倍 然后右边展示的这些KOL和Funders都是我们的holder 嗯 我我觉得我们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是已经顺利的完成了IP运营还有商业化的从零到一的阶段 然后我们和呃 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多个知名的Web2的品牌进行过商业化的合作 然后能够为我们带来IP授权费等外部性的真实性的收入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的万圣节会和六千多家呃 罗森便利店去合作 然后预计会带来百万美金级别的收入 嗯 简单介绍完我们团队的背景 然后呃 可以回到今天我们带来这款游戏上面 然后我们这个奥塔游戏呃 主要有这样几点优势一个是呃游戏的质量和玩法都会更好 第二点是说除了用发币的预期去吸引玩家以外 然后通过我们的机制玩家可以在游戏的过程中获得真实的美元的收入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有是呃很强的这个造学的能力 我们可以从telegram之外的呃之外的地方给我们的生态带来更多的用户 呃然后接下来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 呃在我们的主游戏上线之前我们会先上线一款胶囊游戏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小游戏让我们的开发和运营 去熟悉呃并适应town的生态 然后整合一些资源为我们的呃主游戏 奥塔的上线的推广会做好准备 呃然后呃然后主游戏奥塔就会上线 然后奥塔是有这样一些核心的玩法呃 呃第一个是玩家可以收集200多种不同的虚拟宠物 然后和可以培养和这些呃宠物的亲密度 第二点是玩家可以让自己的宠物去组队 然后外出冒险给这些玩家带回呃游戏资产呃 token或者说是外博2的品牌权益这些奖励 然后不同的宠物去组队会触发不同的team buff 呃然后第三点是宠物可以进行三合一的这个合成 还有进化然后进化之后会拥有呃各种不同的属性和技能 比如说风火雷电魔法幽灵等等 然后第四点是我们会集成一些AI的功能 玩家的每只宠物都会有不同的性格可以跟玩家进行交互 然后在游戏中这些宠物还可以给呃玩家进行占卜 然后第五点是我们可以呃让玩家去自定义的这个房间的布置 然后就是可以呃发挥大家的这个创意 然后第六点是呃房间这这里面的家具呢会成为我们其他的胶囊游戏 或者说合作伙伴产品的入口 就是大家呃我们在游戏里面会呃再创建很多这种minigame 然后时间有限下面我会快速过一下我们游戏的AI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风 还有这个美术方面是很好的 对然后这个会是我们游戏里面不同的界面 呃这个是我们宠物进化的一个视野图 然后我们会有更多丰富的物种 然后前面也提到大概有200多种宠物 然后不仅限于左边呈现出来的这几种 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呃经济模型 呃一个视野图 然后我们的经济模型中主要会包含三种token 呃第一个是和美元1比100锚定的稳定币 呃我们叫幽灵钻 第二个是呃一个不可转移的生育代币 叫灵力值SP这个是跟小幽灵NFT是有一定关联的 然后第三点呃第三个token是我们的utility token叫ALTA 然后时间关系具体的我也先不展开介绍了 然后感兴趣的老板可以在会后联系我们去具体了解 呃这个呃我们会用一些web2和web3很多常见的方式去进行列变和增长 然后具体大家的呃具体这些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因为现在tilegram上面的mini app呃就是各种各样的列变的方法 然后碍于时间关系我也不在此展开了 呃然后这个是我们的go to market的策略呃首先我们会有一定的投流预算会在各个渠道去进行小额的投放测试 然后会选择一个转发转化率更高的渠道去加大投入 第二个是我们我们和很多的嗯tilegram的mini app项目已经达成了合作 然后这些项目会免费帮我们进行导流 同时我们也会和更多的项目进行有量互换的合作 然后去降低这个买量的成本 然后第三点是我们除了tg生态常用的这种增长方式以外 我们会和世界各地的这个web2的品牌进行合作 给我们的行业带来更多的新鲜的血液 然后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我们比较有优势而且擅长的 然后我们不仅仅是利用telegram或者说tang生态 我们还能够为整个web3的生态去造血 嗯这里展示的是我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除了游戏收入流量收入广告收入以外 嗯正如在一开始提到的我们的ip商业化 是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阶段 然后后续会为我们带来更多可持续性的收入 然后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嗯这里展示的是我们的一个roadmap 然后我们游戏计划是在9月的时候上线 然后嗯token的话会在今年年底 或者说是明年年初进行tg 然后未来我们会推出alta还有小游灵的冒险对战类的游戏 然后会推出陪伴性呃陪伴型的AI玩具游戏机这些实体产品 然后跟我们的web3生态去做结合 嗯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介绍 然后目前我们也正在融资 如果说有老板感兴趣也欢迎呃私信联系我们 也欢迎其他的项目方老板一起来联系我们去勾兑合作 对谢谢大家 哎好感谢 讲一讲现在的那个叫开发进度产品进行到什么样子 因为你刚才刚才只展示了概念图 呃呃我可能要 呃你那意思是说我要把游戏去投屏吗 你你你你自己肯定开发的时候 你有排气大概进展的程度对吧 你你包括之前多少多少人规模的团队 大概做了多久到一个什么样状态 OK我们的游戏开发团队是呃之前那个龙中窥梦的游戏开发团队 然后他们之前呃拿到过apps到游戏的金奖 对然后游戏开发进度的话 我们我们其实呃已经做了很久了 像奥塔这个游戏是从去年11月12月就开始做了 然后做到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 汤圣戏起来我们才决定呃在汤上面首发 因为就是汤圣戏目前特别繁荣嘛 然后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首发的 就是这个仙道游戏叫up only 然后这个是一个有点类似于flapy bird的那种模式的 其实这两个游戏都已经开发好了 目前就是在做就是跟汤链的适配的这些开发工作 龙中窥梦团队的人数大概多少 呃五个人可能四五个人四五个人的话 做到现在大概九个月呃差不多 那还有一个月上线是吗 对就其实呃我们里面就是游戏还是比较复杂的 相比于现在烫上的游戏 就是各种就是可玩性会比较高 ok好明白 如果说呃老板你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一会我可以把那个游戏的戴墓视频发给您看一下 好的没问题对 好感谢那个对每个介绍完之后可以把自己联益方式打在评论区好好下一个啊 啊下一个是 欧塔 呃老板应该ok 鼻肯鼻肯 ok 哈喽哈喽 大家好 呃我现在投一个评稍等一下 呃 呃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权限有点问题可不可以先找下一个 呃下一个朋友先先先讲一下 然后我这边把权限调一下 我可能退出退出一下这个zoom 不好意思可以吗 可以吗或者要么稍等一下马上 呃那我们先让那个下一个吧嗯 啊放那个来对呃喂听得到吗 哎呃听得到的哎好我share share screen 哎呃 ok 呃那各位各位老板们早上好 然后我是rfarm的这个cofounder 然后我来简单介绍rfarmrfarm是一个在telegram上的一个类似于开心农场的游戏 嗯然后然后的话rfarm的玩法也比较好 比较简单rfarmr目前来说应该是已经上线差不多对从今天开始应该上线一个月整啊 然后他的玩法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就是用户一开始呢会有土地然后用户需要用coin去买种子然后去播种然后播种完之后呢他需要大概等呃一到几个小时 然后呢bought会发一个类似于右上角的一个notification啊提醒你去浇水 然后你浇水之后再过几轮他成熟了你就去点击去收获就可以了他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tap to earn的一个形态 但是我们后面会类似于开心农场的方式我们会开放一个就是说用户类似于浇水啊或偷菜的模式 然后这种模式呢无论是在你像开心农场还是像蚂蚁森林啊这种其实都验证过挺多遍的那这块就呃不做具体展开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选择会做这个农场游戏这个方面 对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后面去增加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右下角有一个friends的功能 我们会希望就是说呃more than tap to earn就是希望用户他可以去呃去好友的农田里去进行一个呃互动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觉得会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呃然后目前来说呢 那这个游戏我们上线了一个多月所以其实呃各位老板们如果想看demo的话直接去呃访问就行 就最后一页我们会有这个bot的链接我们现在大概来说应该是有7万以上的用户 然后在5000到1万的DAU然后我们现在目前呃更多会关注这个留存率 我们的留存率差不多是在呃70留存差不多是在30%左右呃因为我们会关注一个是留存还有一个是呃invitefriends带来的一个增长 因为这个会对我们stage第二步的增长会比较重要这个后面在go to market strategy会提到 呃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呃是两个人然后两个人都在美国 然后就是本身都是technical background的founder然后所以说大家基本上marketing跟product基本是混着干的 那我的这个partnerAstro我跟他是在East Oxford认识的然后我跟他合作呢也比较愉快 就比如说呃我想哪天就当时我还在国内的时候我睡着了然后他在我醒了的时候他去后台发现用户的这个onboarding流程不够顺利 然后他基本上在几个小时之后完成了这个呃呃新UI的设计开发然后发了个推文 然后去呃community里回答了用户的问题然后转头去睡觉去 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的呃呃作点就第一是我们的demo其实大概来说就花了一周完成就这个项目是6月份立项7月份启动的 然后第二点是大家因为都是混合办公所以做事都非常快呃并且本身大家在这个呃呃开发跟marketing上经验很多 然后对产品的把控力是比较强的呃对呃呃然后这是我们的roadmap我们现在q3的目标已经都达成了我们下一我们应该会在下一周或下下周开放这个好友的功能因为现在的好友功能其实就是用户的invitation呃最后我会有个简短的30秒的视频来show一下这个游戏 对然后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看我们的这个直接去体验游戏也会更好一些 对就是就是用户可以去访问别人的农场然后去浇水来获取金币的奖励这个金币目前来说呢还是个空头预期但是我们后面会发自己的token呃呃呃呃呃预计在q4我估计应该在10或11月对按我们的节奏来决定对呃呃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主网上线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social file的一个玩法 那其实你像他本身的一个用户去花钱去买种子去播种然后去浇水去收获本身其实就类似于一个短周期的staking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比如说用户他去播种这个种子之后那么他的好友就可以去呃呃浇水那么去浇水这个动作呢本身可以视为一个利润分享的一个阶段 就是说他可以通过去消费一些coin来去浇水那么在最后如果这个harvest是成功的那么他的friends也会获得这个奖励 而同时呢也会有一个角色就类似于投机者或者偷菜的一个机制对然后如果说用户的这个呃呃作物已经成熟了那么就会存在一个概率说OK我可以把你个菜偷掉 如果把你的菜偷掉原则上如果偷成功了的话呢 本身会有一点金钱的损失那如果说他被偷失败了那么相对于说呃Player跟他的好友本身会获得基底 那么这一块的具体的机制我们现在还在设计但是呃本身我们会直接引用就是说呃开心农场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浇水和偷菜的行为那具体设计上可能会让偷菜这个呃呃对在设计上我们可能还有更多考量就是目前就是我们打算做的一个事情 然后Artfarm本身它作为一个协议会去抽取的transaction fee 然后是我们的go to market strategy我们目前现在在第一步对我们现在还没到10万用户对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并没有开始去找KL之类的对我们因为我们的用户其实主要来自于像东南亚就东南亚就两个呃尼日利亚跟呃印度尼西亚这里这里写错了 然后还有东欧跟非洲的用户对我们其实很多这里也提嘴我们像很多UI其实还有一些工作 比如说多语言也是根据我们的用户调性来决定比如嗯之前跟非洲的用户聊过他们都很喜欢橙色所以其实我们也在就是我们的UI本身也会基于我们的用户群体而修改呃就现在这一步在stage1还是在一个产品的打磨阶段吧我们希望提高 留存率呃呃以呃 哦还有一分钟啊好啊提高我们的留存率和这个邀请朋友的数量然后我们再会到stage2和stage3就这个具体倒是在说 对然后我们目前呢现在在总资论我们会希望去呃容易比资直到我们直接去上币为止对然后这个感兴趣的老板我们可以私下再聊呃 呃然后的话我们business model这块也不太展开讲吧除了我们的transaction fee啊然后还有广告收入因为很多bots其实double收入也都是广告收入倒流的收入之外我们应该会在下个月开放我们的一个皮肤功能对就是加速挖矿的一个过程但这个步骤需要我们看具体的后台用户数据才决定什么时候去上对我们的整体的迭代快的话可能都是天际迭代但是慢的话可能也不好说但是应该这个呃 呃游戏内购应该会下个月会上对然后呃最后这里应该有个视频可以简单展示一下就是目前的功能这个是点击然后浇水然后呃到时间了会给用户发一个提醒这样的话其实可以保证用户的留存 因为其实很多用户他如果你不给他发提醒他很多都忘掉那么浇水和收获其实这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事件那我们希望的场景就是用户类似于上班时无聊的时候点一点啊点一点啊点一点啊这样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一个玩法大家本身也比较轻松对呃最后呃对最后是我们的这个这个game是我们的游戏入口也欢迎呃如果大家想换量合作或者说有老板想联系大家随时联系就好直接dm我们的推特 好的呃呃我的呃我的频道这里对 ok 不好意思我是我是b 肯的boss我们是下一个还是这边还有个qna 下一个下个就没有QA我们就下一个了 对好的 好的那我就stop OK现在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屏幕是吧 不好意思请问大家能 屏幕吗 没有 现在可以看到 OK好 好不好意思刚才设备这边出点问题 我换了一个设备 大家好我们是Beacon 其实我们是一个给简单来说 我们就是在telegram上去给web3的社群 去做管理的一个机器人 去帮他们做增长的服务拉新拉火 那么我们我介绍我们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是现在是全职是有五个人 我本人是在2020年开始web3创业 然后也加入了万物岛一期的浮化计划 然后之前也在阿里巴巴做增长相关的工作 从零到两千万做过DAU的产品 在一年之内 另外是在2011年就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 也拿过做互联网创业 拿过百度的战略投资 另外我们的主要的产品的团队也是大厂的背景 然后加上主要是产严的团队 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我们简单的产品的demo 这边可以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bot 现在已经上线三个月了 然后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把它拉到你的channel 或者你的group里面 然后拉进去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你提供一系列的这种资产相关的服务 比方说你可以 叶南就把这个bot拉到群里 你就可以去创建好你的community 然后你可以去编辑一些你的基本的信息 然后发你的token作为奖励 或者发你的积分作为奖励 然后这里我们也做了一套这种 佣金的机制 就是二级的一个分佣 包括裂变的机制 这个都是帮这些community职业就内置到这个bot里面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方便的去分享和拉人 另外呢我们也做了这个抽奖的功能 抽奖功能呢主要是两块 一块呢是方便项目方之间去通过这种裂变抽奖来进行换量 或者说进行联合营销 另外呢是可以 这个抽奖也可以消耗他自己的积分 或者他自己的代币 给他自己的一个积分一个闭环 这是一个抽奖的功能 然后抽奖也是可以有设计这些门槛 OK那这里呢我们还有个leader board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排行榜 同时我们也支持各种各样的排行 周榜啊日榜什么之类的 然后这里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任务 比方说你可以设计一些加群的任务 一些迁道的任务 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是可以在群里面 比方说你说一句话 就完成一个迁道 对然后 并且呢也有群管理机器人基础的工具啊 就大家可能也用过群管理机器人 比方像Miss Rose啊 Group Helper 这些基础功能我们也都是有的 只是说更多的结合web3的场景啊 结合了这些社交网络 像推特啊像telegram 还有链上的一些服务啊 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支持这种 B端的定制 就是说你有自己独立的品牌 你有独立的 独立的这种场景 我们也可以给你去做 给一些大的客户做一些定制的对接 对 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 一个产品的demo 那么我们现在现阶段呢是 也算是第一个在web 第一个在telegram上的web3的社群管理的工具 当前呢我们已经服务了1000个社区 有超过40万的自由的用户 并且也触达了超过100万 100多万的用户 我们之前呢也拿到过香港的 Town Hacker House的Prize 然后呢也得到Town官方基金会的很多朋友的肯定 对上这边两个呢是我们自己的 也是做一些 帮助一些B端的客户去做一些推广 做一些服务 那我重点介绍一下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啊 就是说其实对于对于项目方来说 尤其是这种做项目项目方 其实他能启动拿用户 然后社区的互动 以及去转化去销售 以及让用户去当作为holder 其实他都是每一步都是有很大的很大的这种挑战 那么我们希望说在每一步 都去帮他们去通过一些产品化工具化的方式 帮他们去做 解决他们的他们也有的问题 嗯 对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一个 Bread版本 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一些B端的B端的一些服务 帮他们去做做增长的服务 对于一些呃非常有价值的客户呢 我们会做一些高级的定制 啊 那么我们项目呢是今天年初启动的 当前呢已经呃 上个月的目标是想做到break even 但是还差一点 预计这个月希望可以达到 那么到呃十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说launch自己的token 然后也会结合一些town连上的玩法 这一块呢比较复杂 可能我就在这边不展开来 啊有有兴趣的老板可以呃私下联系 我的联系方式 是直接在这个Bot里面联系到我 就FAQ和反正里面你FAQ啊或者Contest啊 任何一个点点击都可以联系到我啊 好的我看时间也完了呃 请问各位老板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算开发完了吗 就是这个开发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包括已经上线了已经已经 已经上线然后也服了一千个 已经服务了一千个呃 可能一千多个community 并且现在我们在群里面也就是我们 触达的也也超过 其实也减仅两百万了一百一百一百 一百好几十万的用户啊 我们自由的用户也有四十多万嗯 两个问题就自由用自己的channel 加上我自己的Bot里面嗯 对那个叫对一个是后续可能 还有什么重要的功能上线 另外一个是你这个产品怎么收费 ok ok 呃后后后续的功能是我们会会 会结合更多的telegram 里面生态里面的服务 比方说我们会和很多的小游戏合作 去做到这种群里的或者或者这种私域的互动 私域的呃 私域的比方说呃这个这个PVP的一些游戏 或者说一些服务 另外呢也会对接一些广告系统 或者说一些推广的系统 包括我们自己也可以帮助用户去做一些推广 做一些引流啊 主要是这两块一块呢就是引流 一块呢就是群内更深度的啊 互动啊 那我们我们现在的现在的收费的模式呢 就是一方面帮别人去做这种增长的服务 去做一些定制服务引流 另外呢是呃是我们会做后续的游戏相关的合作 然后通过游戏去收费啊 另外第三呢是我们帮很多社区发了积分 那这个积分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去做交易 包括做兑换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做就是给他们去发呃 发抽奖啊 然后做呃正在开发的时候做一些积分的市场啊 一些积分的兑换 嗯 呃另外呢就是我现在也有融资的计划 然后感兴趣的老板可以也可以跟我交流一下 好以后我会把我的telegram也发到这个评论区里面 好好的谢谢 这个是提倦 好提提倦项目在吗 呃在在在 哎我这个共享好像也有这个全新的问题 稍等啊我现在开一下 马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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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简单介绍 为什么是回音这么严重 啊 首先呢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说 在大量的数据被 哎呀这个回音太难受了 哎哈喽哈喽 我来了能听到吗 啊 先上people 可以看 可以看 可以看到是吧 ok 好 行吗 大家好 那tgm先开始 嗯 ok 好抱歉抱歉 刚才那个全新问题重新启动了一下 嗯 大家好 我们这个游戏是名字叫tg嘛 然后其实是一个宝石挖矿的一个游戏 然后是一个超休闲类的这种游戏 嗯 取这个题材呢 其实也是 基于以前传统的很多游戏 包括web3的一些游戏里面都有类似这种保 合成 就是宝石鑲嵌 类似这样的一个模块 相当于把它 单独拎出来 做成一个 这种 休闲游戏啊 然后也是一个免费游戏 然后 点击挖矿 然后合成宝石 然后交易宝石 整个的叙事其实就是讲 把想把gmys gmys 就是这个空多的预期告诉玩家 就是这个gmys可能背后代表了一些东西啊 然后我们在整个方向选择上面 其实就是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去做出一点差异化 或者说 呃 走出一条不同的路 呃 因为现在可能大部分的这种TG类的游戏的话 可能讲的还是planet for a job 啊 其实在想可能重点去强化那个train to earn这个逻辑 就是有点类似以前 gmys这一块的这种 嗯 这种打击模型嘛 然后一会儿会具体讲一下这个 我们的整体的这个train to earn的逻辑 其实就是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 他可以去通过充值star啊 然后去在游戏里面去消费内构什么的 然后同时他通过游戏可以去直接赚到star 然后或者说他通过游戏内部的那个交易市场 就是玩家进的交易市场 通过买卖宝石也可以去赚到star 然后这个star呢最终可以体现成那个tone 呃 啊然后大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是现在已经上了 啊已经上线了 然后在内测 应该是在10号左右我们就会正式发布上线 啊 现在的话游戏 首页的话基本就是type 就是点击挖矿啊 就挖到那个原石 原石的话可以合成那个宝石啊 就三个原石和一个一级宝石 三个一级宝石和一个二级宝石 意思类推 所以说他相当于是点击玩法再合成玩法啊 融合到一块 然后整体的游戏的内在的逻辑就是玩家有挖矿等级 然后有这个能量值 有这个相见槽位啊 然后核心的模块是我们那个trade的模块 但trade的模块我们现在还在开发中 就是玩家通过点击合成 得到的宝石可以在交易市场里面进行交易 然后这个逻辑其实和cadden的区别 就是cadden玩家去想要更快的合成猫猫的话 他需要去跟游戏方去购买猫猫就充值费时币 然后去买 我们现在是相当于把这个跟项目方客金的这个点 让给让玩家之间互相去交易啊 比如说我是个玩家我想客金 我想获得将来的空洞更预期 或者说里面的这种赚钱逻辑的话 他可以去从别人玩家手上去交易宝石 OK然后这就是呃 然后其他的常规板块就是task 还有那个好友好友模块 好友模块我们相对做的比较重一点 就是相当于玩家之间可以呃 通过邀请好友获得被动输益 就是好友挖矿的产出你可以达到10% 因为我们的主动输益就是通过点击嘛 然后还有这个被动输益 还有就是你通过邀请好友可以解锁槽位 然后以及邀请好友互相之间可以送那个能量 就是后期在好友会可能还会再增加一些 就是丰富度想要强化一下这种 呃就社交这一类的一些互动玩法 然后我们现在团队的话是 主体是分布式办公但是大部分人在寒州啊 然后我们现在开发是有四个四位 然后两位全战两位是偏后端家合约 然后社美跟社群这块现在三位 然后bd marketing是有四位 然后我是负责游戏设计然后嗯整体的话就是目前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吧 可能是大家还是暂时是那个就是part time啊 然后团队的背景呢就是也比较比较多元化吧 我们有纯以前海外游戏的背景 然后也有那个web3 game就是focg forium chain game的那种开发经验 然后社美这块也有几个kof 就是对通时在这块也有呃持续的输出什么的 然后bd的话有在以前大的大的交易所 然后在供应项目等等这块 呃然后这里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商业逻辑这块我就没写 就是一是游戏内我们会有这个呃一些小课经典 就是然后另外就是交易手续费啊还有就是广告啊 大概就是这几这几方面嗯OK 然后我就简单简介绍一下 然后大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去体验这个游戏啊OK 我现在有没有评委提问 OK 没有我就继续共享啊 好如果没有我们就换下一个项目 people.ai data 好的 呃大家好呃我是sev然后来自people.ai 然后我们做的事情本质上从开发者角度出发的 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是现实的数据呢 我们分析大概是在20252026年这种公开数据就会被用完 那其实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AI模型也好 或者说人类世界的这个规律也好 都是常委分布的 那由于我们有一个AI的community有一个社区 那我们这个社区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我们需要非常多的不同的子类的这种数据集 比如说OK我们要采集加州某一类特殊数数目的这种数据 但是这个问题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支付非常高的费用去采集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想说用这个cross sourcing中包的方式去在 啊telegram上做这么一个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用一个程序 简单来说我们背后会有一个iterative的这个reward system 去自动的评估它上传 或者评估的这个图像视频以及音频的这样的数据的形式进行打算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流程 当一个开发工程师他发布了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TG的平台让用户去上传对应的数据 然后我们首先有一个AI的自动检查的这样一个机制 去检查它数据的合理性 最后呢用评审和人工的方式 然后双管齐下 然后在数据集成功的进入了我们的池子之后呢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data platform 画到链上 这边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参考做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猫狗然后LINE5B的一个补充 然后还有这些人脸美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的一些connection 就是请了一些专家来做我们的advisor 对 包括OpenEd Co-Founder 之类的 这边是跟其他的一些数据公开做的一些对比 这个我就不细展开了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 其实没投屏 没有投屏吗 对 好的 OK 我刚才就是讲的都是一些对 就是deck层面的事情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程序 现在小程序差不多是5万多人 然后channel差不多八九万人 流存的话70流存差不多25%左右 对 我们程序一进来的话是名字 然后连接钱包 然后这边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是签到的功能 对 对 然后这个就不细展开了 我就讲一下核心的功能 就首先我们有一个拉流存的功能 拉类变的功能是抽奖 OK我们通过抽奖会给用户一些积分金币这样的东西 我们后期的预期是这个积分是兑换成token代币的发放给用户 然后我们自己首先是有一个可以让用户分享的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OK你是data的contributor 然后你是AI的developer 还有在tone上面的交易 然后根据这些情况去做一个打算和排名 对 然后AI的话主要是需要去登录一下 包括tone其实都是一样的 然后去做一下验证就会有对人的积分加过来 对这个功能是用于裂变的 然后刚才看的这个转盘 其实就是为了体现它这个事情 对于比如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 然后他需要去用它来做一些可能赚钱受理化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加了这么一套东西 然后此外我们还有排名机制 这个排名我们是分成四个等级 然后分为裸体猴 然后学者猴 教授猴和就是不死 那它代表着就是说不同的等级 那不同等级的猴子呢 它有不同的含义 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首先我们其实会用户去做一些基础的任务 让他增强对AIGC的一些任务的认知 为什么这么做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特别好的AIGC模型 OK我看时间快到了我加一下速 这个的目的呢就是说给一顿给一定图片 然后和一个文本 然后确定用户来确定这个文本和图像的描述的相似度 比如说你觉得它是非常完美的描述 然后你选 我可以发现是错误的 就是说AI和你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我们每天有十次 如果说这个次数是不够的情况下 还可以去做额外购买 然后这都是统一阶层STAR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阶段是在跟很多的AI 就在做合作 比如说ZK的Horist之类的 就很多种项目都要进行合作 那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是需要 如果大家对AI感兴趣 那我们其实是非常中AI调性的这么一个方向 然后可以大家来合作 对 目前是这样 我看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OK 感谢大家 不好意思可以提个问吗 好的 我们现在有客户 然后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怎么来保证 Data Labeling的一个质量 对谢谢 好的 就首先我们的客户是来自web2的 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社区 社区是一个中文的社区 然后里面都是专业的这个AI的开发者 然后对我们 我可以把我社区的一些内容到时候 发到这个Telegram的群里面 那这个需求都是从社区来的 比如说他是什么加州的一个 林业局的一个AI researcher 他需要去分析这个数目 因为加州不是老有山火吗 哪些亦然哪些不亦然 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而包括就非常多这样的需求 因为他的这个量级也非常小 也就500美金1000美金 甚至更低 那这种情况下 每个centralized的公司是不会接这种活的 因为性价比非常低 那我们就用中包的方式帮他做 目前已经有5个客户了 对 然后第二个问题您说的是什么了 我能麻烦重新叙述一下 对就质量 质量 对 就是之前大家都是专门来 就中包怎么来保证质量 尤其在那个TG上 对 质量的话 目前对于这个强 强强强 强验收要求的我们最终 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团队 去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像阿里这种有ADS团队去做 对 我们对于比较弱的话 其实我们就用这种AAA Auto Checker的方式 去帮他做采集 就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数据验收和返回的过程 你哪怕在中心化的团队 你也要经历过这种 收来然后打回去 收过来打回去的这种循环迭代的过程 不太可能说一次性就满足要求 好 谢谢 拜拜 我还有个问题 谢谢 哦 请请问你们跟 people3 AI不是同一个项目对吧 你们这两个名字很像 呃 不是 好的 下一个那个卡通 卡通在吗 在哈喽 哎好 啊能听到对吧 好大家好 我是Alan 来自卡通 卡通 卡通是一个通上面一个open party game hub 我们主要是为了通跟TG的用户提供一个强交 玩性强的一个休闲游戏 游戏 游戏场所 那卡通的诞生是因为我们发现了TG的一些问题 目前TG拥有9亿的日活用户 从用户数量说的话 基本是微信匹敌了 但相比于微信呢 TG目前基本还是一个聊天软件的一个 就聊天为主的一个状态 就没有太多的一些用户间的交互场景 那虽然TG现在也大力发展media app的生态 为用户提供更多的一些内容 从而提高用户的一些联系啊 然后啊跟活跃度 但从TGmedia app的游戏生态来看的话 占据主流的还是taping或者是融合类的游戏 这类型的游戏在激活用户或货量上面 好像是没有投屏 对阿伦你投一下屏 OK 大家能看到吗 OK OK 行 那个是我看延续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啊 就是说目前media app的一个游戏生态来看的话 因为我没有准备那个deck 是因为基本上我也不会按照deck说 所以我我继续 把游戏生态来看的话 其实占据主流的还是taping 或者融合一些游戏 这类型的游戏在激活用户和货量上面 还是非常有效的 长远来看的话 就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些 从用户交互来 用户交互来说的话 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从创立之初就 开发社交跟PVP玩法的一些休闲游戏 为中指 希望能为tg的用户能提供更高 更多的一些强交互 或者可玩性更高的一些游戏内容 我们目前的战略是建立一个多资产 多玩法 多人同时在线的一个开放party game的游戏平台 那从我们的产品结构 其实就很很能很好的去体现这个战略 目前Catone 发布了两个玩法 一个是那个taping游戏 Space Mining 然后这个主要为了货量 另外一个是一个大逃杀类型的游戏 Space Launcher Classic 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Space Mining跟其他的一些 taping的游戏其实还蛮类似的 然后玩家可以去收集钻石 每个钻石的话 都代表一定的一些Catone的积分 PTS 我们还有一些工具跟那个成长的一些体系 可以帮助用户 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收集一些钻石 那收集钻石之后呢 也是我们的PTS 可以在Catone中的其他游戏 可以进行游玩了 例如可以在以火箭发射试验为主题的 一个Catone Launcher Catone Launcher Classic 中利用积分作为能量参与火箭试验 那我们从那个八个MIM火箭发射台中 选择一个注入积分 并等待一个五分钟的一次火箭生工试验 每一次试验都会有一个火箭升空失败 并爆炸 而爆炸的火箭的积分将会分配给其他参与 本次火箭试验的一些玩家 总的说的话 Classic是一个比较高胜率的一个博弈游戏 那短期我们还规划了两款游戏 一个是那个Classic的一个进阶版FOMO 就增加了类似于Franc Tech的一些玩法 就有Bunding Curve 然后用户其实有更多的一些 就是买卖的一些选择 然后还有那个Space Battle 就一个PVP对战的一个游戏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大概是这么类型的一个 找到对方的一个舰队 然后击败对方的一个游戏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那我们未来还会规划几款游戏 包括卡牌 情组模板等等的一些 强交互的休闲派对类的游戏 那计划可能会在未来半年到一年内 会逐步上线 另外资产端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揭露了Lockout 用户可以直接去使用Lock 去参与我们的游戏 赢更多的一些奖励 后面我们也会去 揭露更多的一些热门的资产 然后为持有各式各样的资产的用户 提供更多的一些游戏场景 OK 最后其实你们刚才也看到 就是我们的游戏的话 基本都是多人同时在线的 然后也是博弈类的为主 为用户的一些交流 交互会提供更多的一些 场景跟便利了 那目前我们已经积累了 10万有效用户 这些用户都在Cato Mini App里面 绑定了钱包 那社群也有大概20万的用户 当然其他的一些功能 包括一些任务系统 排行榜 referral 等基础的一些功能 我们都有 未来还会加入一些商城 聊天 直播 AI 等等的一些功能 不过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referral的那个功能的话 我们基本就是 每个referral的用户的话 都能获得我们的 一定量的一个PTS 后面也会 如果是基于资产的一些交易的话 下限也能 上限也能获得下限的一些 30%的 那个 交易手续费的一些分成 那总的来说的话 未来我们会继续在多资产 多玩法 多人同时在线这三个多的一些 那个方面去继续深化了 最后可能会将开动打造成 一个链上的开放平台 就到说无论是一些游戏的项目 无论是web2 web3的一些资产端的一些项目 mincoin 或者是其他工具类的一些 已经发币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流量的项目 都可以自由的跟那个开通去合作 将开通变成一个 以休闲游戏为基础 但有效信息和价值资产交流的 一个聚集地板 最后介绍一下团队 就我是项目的后方的 之前服务过上市的游戏公司 自己也开过合约的交易所 算是横跨了web2跟web3 然后也经历了几个周期 我之前经验 之前经验主要还是在市场运营方面 从执行到管理都有 我们开发团队主要是来自 腾讯跟4399 我另外一个cofounder 是来自web3的一个明星项目 audiverse 那audiverse的话是那个 币安宏山 MOCA ID巨头的一个web3的AI 富人平台了 那他们也发了币 所以我们团队 基本上涵盖了产品开发 市场运营 那个上交易所等 全流程的一些成功经验了 基本上可以为 整天动未来的 提供 一些 比较坚持的支持吧 我的介绍 是 对时间到了 对 刚好 对现在 评论有没有问题 呃 除了那个launch之外 就是那个火箭发射的游戏做了之外 另外两个做的状况什么样子 然后用户的情况什么样 呃 目前的话还在开发中 就呃 那个可能要未来一两个月吧 我们就足够上线 对 然后用户的情况的话 目前是我们 呃 也我刚才也说了 就是大概积累了10万的一些有效用户 然后我们社群有20万 对 目前DAU是多少 请问 我们DAU的话 呃 变动还是蛮大的 不过基本能保持在5000到1万 峰值 大概1万3左右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哦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呃 在一块那边我过来 Thank you 嗯 哎不好意思 我没有开麦 对对 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对吧 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团队 因为时间有限 我是最左边这个 我叫Maggie 然后我是Cypher的co-founder 呃 我们是从去年年初开始做Cypher这个项目的 那么在此之前 我在区块链有5年的运营经验 经验有做过一些比较成功的底层公链 Layer1的这种公链 还有一些不是特别成功的这种隐私类型的协议 然后我们的这个Cypher 然后我们的这个Cofounder 尼尔孙 他是我们的CEO 现在也兼任CTO 他是比较资深的密码 那我在21年认识他的时候 他当时在Bound Devils做CKB里面比较核心的密码学的部分 包括他们的Proof System 然后那么他除此之外 他还给很多的这种开源的弹幕 有做过一些贡献 包括Rust Language 还有Arkworks 然后CPU Ethan 他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连续创业者 他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在13年做个叫Siktok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被IDG按照600个命令的估值有投资进去 后来被收购了之后他就退出了 然后他在百度AI有做过8年的产品经理 那么之前做过的比较成功的一个项目是AI驱动的数字人 那么这个项目也是有一个多一的用户 除此之外他在百度有做过3年的游戏边线 然后就是帮腾讯网易这些公司 他去做广告的投放 现在团队大概是有15个人 然后以那个工程这边的同事为主 有三个密码学家 我们是一个为游戏设计的ZK Infra 然后现在也是Web3里面最大的这种 为可验证游戏做的这么一个资产协议 我们整个协议的安全性 是由一个去中心化的挖矿网络保证的 现在在Web3里面 我们大概是有30几个游戏 是有实际上正在做集成 或者完全用我们东西去上线 或者是之后会去做集成 今天也看到非常多优秀的项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在TJ上面联系我 然后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合作 然后在ZK方面的话 我们跟业内所有最顶尖的ZK项目 也是有比较深度的合作的 比如说像Risk0的ZKVM 我们是做了完全的集成的 然后我们的挖矿网络 跟一些矿工GPU的网络 也是有合作的 包括Gagalot Gagalot给了我们一个50万的 这么一个Grants 然后对于Town的游戏开发者来说 我们是相当于是一个 Blockchain Abstraction Layer 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我们有三个比较独特的 Value Proposition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了 这么一个完整的区块链抽象 那我们现在聊过大概有100多个 这种独立的游戏开发者 有一些他是之前做微信小程序的 他比较熟悉的肯定是像用Cocos 或者Unity 然后可能有一些游戏 他的后端接的是SkyNet 那么对于这些游戏的开发者来说 他们去用我们的整个的这些游戏 SDK或者游戏的模板 他就完全不用担心后端的东西 也就是说他去用Town的时候 他完全不需要了解 区块链是怎么运作的 或者对TBM有任何认知 他都不需要 他直接接我们的东西 然后接他的前端 他就可以把游戏在Town上面上线了 那么第二个事情也是比较独特的 我们整套东西是由ZK驱动的 那么所有的游戏里面的资产的安全 是由我们这个去中心化挖矿网络所保证的 那么第三个事情是 也是因为我们整套东西是ZK驱动的 那ZK这件事情 他运作的方式是 他的这个执行是在链下做的 但是验证是在链上做的 那么也就说 如果这个游戏 他之后想把他的资产 或者他的游戏 重新部署在其他的环境里面 或者他自己的一个 比如说L2上面 那么这个迁移过程是非常无损的 是因为这个性质 我们这个游戏他的体验 对于链本身的一些性能的瓶颈吧 它是依赖性是不大的 也就说比如说 Town这边他有一个TPS的上限 哪怕是到达了这个上限 我们这边的游戏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大概是有七八个游戏模板 理论上讲我们这种 用ZK去写游戏逻辑的方式 可以支持任何规模 任何类型的游戏 但是实际上在跟游戏开发者聊过之后 并且根据就是现在去计算ZK的这个性能来讲呢 我们现在事先提供了七八款 这种游戏的模板 覆盖了主要的这种 就是手游方面的这种休闲游戏的类型 游戏开发只要有他们的前端 他们接进来就可以很容易 把游戏上线了 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批量上线几百个游戏 它只要前端改一下 它就可以上线 那同时呢 因为我们这个东西 它是完全没有中心化服务器的 它其实相当于是半全链游的这么一个状态 它整个的资产都是非常可交互的 并且我们可以把这个游戏做的 与DeFi非常类似 这个游戏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挖矿机制 然后关于我们的这个挖矿网络吧 然后挖矿网络 我这边再来讲几句 首先是我们这边有做一个估算 在我们的东西上了主网之后 差不多每个月会产生100个Million Proof 这么多的Proof 那这个会占到整个Web3里面 所有的ZK用力产生的Proof的数量的90% 那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用力 作为一个ZK的用力 它跟之前所有流行的ZK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那我们用这个ZK的东西去写游戏的逻辑 这件事本身因为游戏的逻辑 它是多种多样的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用到的电路的小 也是多种多样的 小的游戏它可能是20万门 这么一个大小的电路 那么这个游戏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上过的一个游戏 叫Crypto World 这个游戏也得过Bianda Higgerson的第一名 这个游戏直接 就是大家用 玩家用自己的普通的电脑 就可以做Proof的计算 但如果是一些很大的游戏 比如说我们现在跟Risk 0有合作 去用ZKBM写一个游戏 它的电路可能是100个Million的 这么大的电路的话 它不能用CPU去算 因为这样游戏的体验会不好 那就会有一些我们合作的 比如说像Ionet这种GPU cluster的合作方 去做一个Proof的计算 所以也就是说在 玩家玩游戏的过程中 它去产生Proof的这个动作 可以外包给我们的这个挖矿网络 然后再由挖矿网络分配给 对应的这种型号的机器 然后那关于通讯经济的话 我们现在是跟Firecoin 是有些类似的 就是有50%的币 它是通过挖矿挖出来 去奖励各个玩家和矿工的 那么通过这种通讯经济 我们其实一开始 可以去转动这个飞轮 因为玩家在玩游戏的时候 他也会获得一些挖矿奖励 同时这个机制 它是一个POS跟PO结合的 这么一个 POS和POW结合的这么一个机制 也就是说对于玩家来说 如果它的机器差一些的话 它可以通过更多的币 去挖出来更多的币 或者它有更强的机器 去挖出来更多的币 对然后我们之前的话 是有一些游戏 它有得过一些大的黑客松的第一名 然后但是我们是做infra的 我们本身不是做游戏的content 所以这个游戏 其实是和一个外面的游戏的 就做合作的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之前也 大概有做过五六场playtest 就不是在Town上面 是在一些EVM的链上面 做的playtest 累积下来 我们也是有产生了 几千万个ZK Proof的 这么一个数量吧 然后那个有参与过的地址 差不多是有200万个 实际上的玩家 差不多是有30万个左右 对 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挖矿网络 实际上是还在测试网上跑的 但是一些这种游戏的电路的SDK 已经在主网上是有上线的了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这个游戏的demo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Tile Matching 类型的游戏的demo 然后那个我现在不做演示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动图 那么这个游戏的就是玩家一进来的时候 他要先签名产生一个Proof 那么之后每他每移动60步 他就会产生一个ZK Proof 去记录他所有这60步是如何去走的 然后每三个Proof 我们会把它bundle在一起 作为一个交易打包商链 那么对于所有的玩家来说 任何玩家的这个 他的过程都是可以做Proof去验证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属性 就是对于Top的玩家来说 大家是都可以在链上看到他的行为 确实是这么做的 也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可以作弊 没有任何游戏方可以作弊 用这种办法 对所以他对于玩家来说 是非常公平的 我们觉得这个跟现在主流的 这种web2.5的游戏 就是还是受着中心化服务器去管理 然后那个游戏的开发方吧 他们可以随意的去调节这个asset policy 与这种游戏是有本质区别的 我们愿意相信这是一个新的游戏的范式 并且随着现在所有的zkinfra 他变得更加完善 我们相信我们这种游戏 在某一个时候 他会成为web3里面的游戏的主流 OK我介绍完了 看一下大家还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谢谢 对如果评论没有问题我们就换 下一个 稍等一下我共享一下屏幕 想问一下能看到我的这个共享吗 可以可以 OK 行 就是大家上午好 我是OuterDisk Protocol的创始人KK 然后我们OuterDisk Protocol 是一款游戏化的web3教育 加上游戏化低门槛的defi理财产品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我们看到Tone和Telegram生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长 同时TG也是一个我们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web2用户 大规模进web3的一个媒介 那么现在我们觉得Telegram和Tone目前的项目主要是两类 一类是比如说像Catizen 拿NodeCoin这类为代表的这么一些项目 他们其实更像传统的这个游戏 用一个比较低廉的流量获取成本 然后用他们的游戏内容去获取用户的付费 然后把RI给打正实现盈利 但是实际上他们发行的这个Token 主要可能提到的更多是一个把web2用户 往中心化交易所去拉新的这么一个作用 那实际上对于整个web3世界的流动性的贡献 可能并没有那么大 那么另外一类是类似于StoneFi EVAA之类的这样的链上的这种项目 他们虽然也有这种Telegram的mini App 但是对web2用户来说它的理解成本还比较高 那么我们OuterDish我们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用游戏化的手段底层是链上机枪池协议 那为用户去提供一个user-friendly 简单低门槛的这么一个defi的理财产品 对用户来说他玩我们游戏就像是在用一个 Telegram版本的这个余额宝一样 为他们提供比web2传统金融更高的一个年化收益 同时让他们理解什么是去中心化 为什么他们能够比相信传统银行来说 更好的去相信去中心化金融 同时他们他这些充进来的钱 还可以为Tone链去提供更多的TVL和链上的一个流动性 促进整条链的这么一个形态的繁荣 那我们奥特技术我们首先是一款迷你游戏 它在前期承担的主要是吸引用户进行基础的 DeFi教育的这么一个任务 然后我们的主游戏是一个放置经营类的游戏 那他购买的道路 我们会把我们这个链上聚合的这些DeFi产品的入口 包装成购买道具 还有像经营餐厅的资金 这些充足的钱呢 会被存入机枪池去进行升息 同时以我们这个Quest的系统呢 去辅助他做DeFi的知识科普 让用户去理解 首先第一个他利息是怎么来的 第二个是我们这个机枪池套利策略是什么 还有它的这个风险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让他们理解这个各个AMN协议 还有借贷协议 它是如何运作的 然后还有为什么要相信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的它的这个好处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游戏会有现今的这种 就是增钱充值的游戏 还有积分的这个游戏 就类似于石盘和模拟盘的这么一个区别 去一步步的引导用户去学习DeFi知识 同时成为DeFi的产品 成为我们这条链上的流动性的提供者 那么在产品上呢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 feature less的growth飞轮 我们推出的这个幸运转盘活动 结合了新手引导 还有type to earn的游戏积分和任务系统 在一个星期之内 我们就吸引了6万的订阅用户 然后目前我们的DAU还有 已经是超过1万平台 DAU超过了1万 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转盘引流工具呢 作为一个对外销售的产品 向其他的这些项目方去销售我们这个流量 还有这个转盘的这个任务 同时我们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 然后这里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合作伙伴 然后我们的计划是呢 在本季度达到100万用户 同时开启我们的游戏内充值 并且实现100家的这个广告付费的客户 那么在下一季度呢 我们这个游戏化的机枪 只将会正式上线 目前还是一个测试的阶段 因为TONE的这个开发还有安全性 我们希望能够保证这个金库 没有就是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再去上线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上线在一到二个季度 我们的TVL达到500万美金 同时拥有500家的这个广告付费用户 那么在明年一季度我们将会发行我们的 治理代币TVL达到1亿美金 同时开启我们的Launchpad 作为Token的Launchpad和流量分发的 这么一个平台的功能 然后我们的团队的话呢 是有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链上套利策略研发的一个经验 同时我们也做过很多款DeFi啊 NFT聚合啊套利啊这样的一些产品 然后我们的CTO是一个明星Layer2的这么一个技术主管 然后我们之前运营的项目发的代币 也类似于Bybit还有UpbitGate这样的一系列的交易所 我们目前有四名全职的这个开发人员 我们和尼日利亚社区还有韩国社区的这个关系 也都是非常好的 这几位尼日利亚社区和韩国社区的这个团长 还有KOL也是一直在帮我们去做增长 还有本地当地的一些线下渠道的这么一些曝光 对这是我的一个对我们项目的一个讲解 谢谢 好的好的 谢谢 评论有没有提问呢 如果没有提问 那个 sorry 您的TG之前是不在项目群里什么 你可以把你TG打来评论群啊 谢谢 ok ok 好的 好的 下一个是JavaSport hello各位老师 各位老师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可以看到我的共享吗 可以 ok hello大家好 各位老师好 然后我这边是JavaSport 然后 我先讲一下我们团队吧 先给大家投一下这个 我们的deck 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 ok 然后我们是痛链上头的 一个做AI和Web3的 mini app 然后现在已经上线了 上线有两个多月了 然后 其实我们的核心理念 是通过token 激励 啊 用户去训练我们的啊 啊 boot 然后这个boot的底层 其实是大模型的开源模型 然后通过社区的力量 用户的训练 会让这个模型 啊 更加的智能化 然后现在的这个训练模块 已经上线了 一会可以给大家在mini app 准备展示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的成绩 是从啊 6月份 这个项目啊 就正式的开始 launch 然后呢 是现在是tggroup 有180k的用户 然后mini app的这个 user是 100万 然后这个100万是按照 注册 高地址来算的 就那种啊 因为有的mini app 它不需要注册啊 然后就可以达到百万啊 那种门槛稍微低一点 我们这个会高一点 然后这个twitter的follower 是85k OK 然后再往下 这个就是跟 刚才大家讲过的 就是我们是做这个AI的 然后通过用户的训练 去达成一个模型的 啊 这个训练 然后这个一会儿 会给大家展示mini app 哈 这个图片 大家就先稍微看一下就OK了 然后其实我们 除了训练的模块里头 其实也融入了一些type to earn啊 啊 然后让用户有一些啊 收菜的体验感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页面 然后在这个产品里头 用户可以啊 像这个xgbt啊 或者像国内的文心议员 通议签问那种 可以进行互动 然后他会产出 根据你的指令 产出一些图 啊 对 产出一些图 而视频现在还不太支持啊 现在只能产图 可以看一下这个deck OK 然后啊 这个是我们的token distribution 啊 我们已经啊 发了代币 然后现在还没有上啊 交易所 啊 处于一个就是游离的中空状态 啊 目前是主要是通过这个代币 激励用户去啊 进行训练 然后包括和外部的社区 进行一些换量合作使用啊 这个代币啊 已经可以提到这个token链上了 那这个是我们未来的road map啊 最后的这个 在25年会 往这个aia和metaverse走 然后在24年的时候 还是去进一步的完善这个mini app 然后去寻求上这个中心化的和这个 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团队啊 我们的团队其实是有7年这个区块链啊 运营和开发的经验啊 从就是最早那会儿啊 云币啊 那会儿国产公链三驾马车 就开始在这个区块链行业升更 期间也是运营了很多项目啊 就不一一细数了 然后现在是因为Tone生态啊 非常火嘛 所以开始到Tone生态上去啊 进行运营 然后也可以看到多长两个月的时间啊 社区已经大了 而且现在有成熟的商业模式 除了就Ib啊 应用这一块 现在是帮助Tone上的这个项目 进行这个导流啊 换量就这种啊 进行服务啊 实现一小部分商业化吧 然后啊 我们啊 已经受到了这个BnBChain的关注 然后把我们列为了这个 Web3的这个最新的Dapps 在这个7月份哈 在这个BnBChain上 然后现在我们和BnB也在地的合作 BnBChain紧密的合作 然后可能下一步会 签到BnBChain上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MiniApp 啊 这个是我MiniApp的主界面哈 这个啊 你可以去升级啊 我的这个账号已经是最高级了哈 升级的话你可以消耗我们的代币 或者直接消耗Tone去升级 升级以后呢 它会产出更多的代币 代币在左下角 这个不断跳动的数字 然后啊 右下角是你可以收菜的时间 然后左上角是你的呃 代币数量啊 右上角是你的地址啊 然后啊 Withdraw就是提现嘛 OK 然后这个France呢 就是正常的邀请功能 这个2呢 就是我们导流的核心阵地 就是当有这个项目付费合作的时候 他的这个任务会放在里头 比如说 关注项目的这个Telegram啊 关注他的Twitter啊 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battle呢 就是我们训练这个bote的地方 就是我们会问出一个问题 然后啊 呃 这个用户会在底下去选 呃 去选择这个一个问题的答案 然后结束之后 呃 去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呃 做代币分配 OK时间已经到了 那目前啊 就是这种状态 啊 这个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选 选了以后呢 我可以选代币 我就选不 或者就等于是 我投了1万个代币 再选了这个答案 然后45秒之后去开讲 OK 然后看看各位老师有什么问题 你才明白这个是 什么答案 什么答案 呃 这个是用于训练这个 呃 boot的 上头是问题啊 呃 就是这个我们会问 用户一些问题 然后呢 呃 呃 你会在底下选择答案 然后你看这个下头是答案 呃 呃 然后你选择到一个正确答案 呃 呃 就等于你把自己的代币 压在这儿 然后如果你这个答案 是符合呃 呃 大部分用户 以及我们背后 AIA这个训练的逻辑的话 那么你就会呃 成功的去获取 然后你看这个 就等于是第三条 这个答案是个错误答案 那么质押的代币 会平均分给呃 其他选择正确答案的用户 然后通过这样来训练 就是不断让用户 去激励用户去训练我们的boot 然后你看 刚才是 啊 第一次看这个页面 比较比较迷惑的 我不知道 你选的那个赛道 那条道代表了 哪个答案 以及下面的一些 你那下面的黑色的框里面有一些乱吗 呃 对 这个可能是还需要再 呃 迭代一下 然后因为我看 我感觉我共享屏幕 您可能看不到我的鼠标哈 那个就是等于是现在上头这个 how does the case system play a role in the customs and traditions of 这个 这一串是问题 然后呢 问题问出来了以后 他下头看 the case system is a significant role 这是第一个答案 然后对应着第一条赛道 然后这个第二条答案是第二个赛道 然后就等于是 你看每切换一个赛道会有一个不同的答案 然后用户呢 需要选一个 他觉得 比较正确的答案 然后把自己的代币压进去 比如你看 我现在是一二三 比如我随便压 压在第三个赛道 对吧 我选择board 那就等于是 我确定 这个针对上头的这个问题 第三个赛道的答案是最正确的 然后把我的代币压进去 然后你看 第二个赛道是错误答案 那么他的这个代币就归零了 然后平均升给其他赛道的 选择了正确答案的用户 对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现在还在培养用户新制阶段 所以前期会比较简单 后期呢 会把这个答案缩减到四个答案 然后会问一些就是有针对性的问题 现在只是培养用户新制和这个使用习惯的阶段 就告诉他们是这个功能是这么使的 后期会再进行一轮结贷 目前是这个状态 这个问题和答案是谁提的 是是咱们团队自己做的吗 还是有客户 对是这样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一步商业化的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了哈 就是有的客户需要特定的答案的话 他们会把答案给我们 然后我们会放到这里进行用户的答疑 去进行训练 这个是收费的 然后在没有这种情况的 就是没有客户定制化需求的情况下 这个问题是从 网上或者随机生成 或者从那个就是我们从问题网站去爬下来的这个问题 然后去进行生成 去这个进行回答 因为是因为是已经有一个AI boat了吗 然后等于是他会自主的去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然后只是需要人工去选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对 就现在就是都是我们自己生成的这个问题和回答是吧 就是没错 就是这个用户标注之后能用于这个模型训练吗 对是可以的 因为等于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开源模型 然后开源模型需要微调和训练的话需要数据吗 所以这个数据就是通过用户的这种不断的参与来进行微调和训练的 好的那我目前的展示就到这里了 然后看看其他的老师有什么问题 好的然后我们下一个是 下一个是那个吹豆 吹豆 OK 嗨 Can you all hear me Yes OK OK I'll start presenting sorry My Chinese is not so good So I'll present in English OK First I'll screen share Screenshot Screenshot And what All right OK Let me try the screen share OK You guys can see mine OK OK Can you see my screen No No Not yet No Not yet All right Let me try again Screen OK Can you see my screen now No You still not able to see OK I'll close it and show you OK OK Yeah Let's see OK Can you see now OK So I'll explain a bit first about Trader So Trader We are the first Purps and Anytime Options Protocol on Torn So we actually build All in one trading tool For any Telegram user As in whether you're a pro Digent or retail All you have to do Open your Telegram Open our Trader Mini App And that's it You can trade Any ticker you want Right now we only have 5 tickers But we're going to add more So once you connect wallet OK All you have to do is just connect wallet And if you find your wallet You can open a long or short position It's that simple Right So one of our killer features Right Is price lock mechanism Which Actually allow And traders to snipe the price With almost to near zero slippage We do this through our smart contract And also Having very close to zero GAS As a Torn You know Building on Torn We know every trader wants fast cheap And a reliable app Right But the reality of Torn Is that it can be sometimes Slow Unpredictable And expensive gas fees On chain So our new smart contracts Allow zero slippage With price lock And Almost no gas fees On a Tondex So it's Really cool And then this is our curb So it acts like Futures It's a perpetual contract And where for options Right Options you can choose your You can choose your Time expiry time And then you just open A call put position And then it closes on your expiry time It's anytime So you can close it Anytime before the Anytime before the expiry date So what we are bringing to Telegram Is a kind of like a Solana style trading experience And which Torn is currently missing Right We don't have that smoothness That fluidity And the slickness of Solana So our price lock will do this And so actually What we are going to aim for Is we are going to be Right now the fastest vex And the lowest Gas fees on Torn And to attract users as well We have Feed the bull mechanism So let's say So just to follow the trend Right Feed the bull And then it gives me door points Trading also gives me door points So all the door points You see on my screen Right with our trust With our partners All this They will convert to Our TG airdrop In probably next year Q1 No finalized date yet And also we can refer friends And so All these Our token will be listed On all the main sectors And for users They can also add liquidity You can see now We have about 350k USDT Add liquidity And you can earn the fees From the users that are trading Okay So What inspired our project Is actually We have been dealing Centralized decentralized trading products In the past on Ethereum And So We see a great opportunity here That is almost every Crypto user on chain Is already on Telegram Right We all need Telegram And so Torn allows onboarding Of all sorts of Day traders Swing traders Full time traders Outside of crypto Whether it's Forex They just need to fire up The telegram Fire up our trading bot And boom they're in So our Our go to market Is also actually Outside of crypto As in any Forex and commodity trader Can just open our app And yeah start trading It's that simple And so we will deliver A platform that has low gas fees Simple UI UX We're building a very vibrant community And we also have Many tool security audit Yeah Okay so A bit about our team Our board of directors Are from We're previously from The main Centralized exchanges Like Binance Our CEO is Paul He's from Hong Kong Founder Balang from UK Stacy is our CEO From Hong Kong also Currently our investors We closed a funding round Of 2.5 million Lath month TuanCoin Fund Kinetic Capital HashP Accelerator Sigil Fund Visual Asset Collective Re7 Protagonis AndFashquart Ventures Okay So That Is all From my presentations Yeah so judges You can ask me Shoot me any questions You can ask questions Yeah Hello Josh can you hear me? Yes I can I can Hi Just curious about your opinion For the you know the Centers or other telegram trading boards in the markets such as Portons or 4X or something else Yeah Oh my opinion Yeah Okay I feel We We have looked at them I think We are all pushing very good in the same direction And Yeah So I think we are all going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bought more and more people into trading to crypto Yeah That's my opinion Okay Thank you Yep Hey Josh one question And how many users do you have and what are your geographical focus? Okay So currently we can see our geographical focus is a lot in Russia a lot in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elegram wallet is not the native wallet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US So they can easily bypass that with other wallets But we see lower lower users in the west We have a community of 40k on telegram We have 88,000 users currently And Thank you Yeah Al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will b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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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ject Next one is ID protocol Wait Wait địa 大家聽得到嗎? 聽得到 聽得到 Ok 我來po一下屏 屏幕能看得到嗎? 可以的 現在可以 很高興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一起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 OpenAD Protocol 我们是基于Telegram的 去中心化的一个广告平台系统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是我们在一些客户端中 我们核心服务三类客群 第一类是Advertiser 他们付钱来买流量 第二类是Publisher 他们来卖流量赚钱 第三类是流量置换 我们有一个大约几十家客户的流量置换池 目前已经数千万的流量 在池内每天流通 然后前端大家看到的页面 我们目前展示出来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Banner的这种形式 但我们的样式其实是支持 多种多样的 包括视频 任务 转弹 交付式广告 各种各样的 然后核心的来讲 除了前端大家能看到的部分 我们后台是有完整的一个 多维度 高并发 竞价交易凑合系统 本质上和腾讯的广点通 以及谷歌的广告系统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在产品进度上 这一块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进度 目前在池上的第一批 合约已经上线 每20分钟上线测试网 每20分钟我们会聚集 一些我们的测试数据发到链上 目前红框框出来的 大家可以直接在Town Viewer里边去查看 我们相应的发到测试网上的交易 然后核心跟大家介绍一下团队 我本人是Daniel 我是Founder 大约12年左右的产品设计和商业化经验 我的背景呢 来自于Web2和Web3两个方向 之前带过腾讯 阿里 也带过Bian 我是Bian之前的高级产品总监 主要下发三个大的模块 包括用户体验和用户增长 那大家平时能够接触到的 Bian的APP端 PC端 还有这个网页端 以及在前端下面后台支持的用户系统 这个营销系统 签过签面系统 都是在我这里负责的 第二个是下滑Bian的全球化 我们大约管控199个国家和地区 第三个就是Bian内部的一些 创新项目的孵化 和这个项目比较有关的 包括我们的Binance Advertising System Binance SEO Binance User Tagging 和User Analysis 还有一些其他可能大家在市面上 也能见到的 包括Binance Card Binance News 还有这个我们的OTA 这是我的个人背景 然后我之前在外伴和外的商业里面 大约也已经成功创业 并卖掉两三家公司 这是我的个人背景 然后第二个合伙人 Aaron是我的同学 我们已经有十几年的 这个认识的经历了 然后Aaron是05年 是在Facebook 刚刚发现 做广告之后 就参与在 这个早期的控制 然后他有15年的传统广告经验 包括Facebook当年的是最早期 后来在TypeJoy Apex 那后续Aaron也转向了 我们Web3行业 他之前是比特币中国和 Tava的VP 然后第三个呢 是我们的CTO Nick Nick这边有比较长的 和比较丰富的 这个系统开发经验 包括这个 从07年开始 是这个 微软生态下的 这个AI团队的 Leader 一直做了大约有七八年 然后后续转向了Web3 然后主要是做这个 Ontology 和Binted Chief Tech 我们团队有多语言的 开发能力 包括传统互联网的 各种各样的产品 游戏产品 比较产品 以及多链开发能力 包括Solana Town Cosmos EVM体系 我们都有多个 开发的项目 然后目前呢 我们团队 大约有十几个人 大家已经合作 有一段时间和经验了 所以这是我们团队的 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项目的 Traction 目前我们的 在这个池子里 我们大约聚集了 有五千万的用户 然后目前 我们各类的这个客户 大约有五十几家 然后还有数百家 是在Pipeline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 承载能力 并发能力 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 去进行优化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的系统里 其实已经过境 展示 消化数百万的 这个广告的 样式 我们目前大约 每个州有 三千美金 左右的流水 然后最后呢 这个是 左边是我的PG 如果这个 右边是我们销售的PG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有任何的合作意向 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联系 我这边大约就有这些 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Dan 那个 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广告网络 经营的状态 什么样子 从流量和收入的角度 我们每个州大约有三千 可不可以把那个PVT放前面 然后给我们介绍 刚刚提到的问题 对 是这里吗 可以 OK OK 我们大约每周 有个几千美金的收入吧 然后我们现在大约 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 头部的合作用户 我们已经接到系统里 在参与换量 然后买量的系统 的客户大约有五十几家 每天有个数十万 的这个广告流水 就是广告曝光也好 点击也好 交易也好 从我们的系统里边流过 大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们这个广告网络 daily的PV是多少 这个数据每天变化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我们内部可能看的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指标 叫做daily circulating traffic 我们核心指控这个指标 其他的指标 每天变得比较多 我们现在dct大约是十几万 也有高峰反正 这个游戏里面的界面 是什么样子 怎么玩 您看到的这几个界面 就是我们实际的 这个游戏的里面一些场景 然后我们现在嵌入 在游戏场景内的这些广告 就是目前大家 我们拿出来举例的是一些 banner 性的广告 一般会被放在默认的首页 或一些触发类的二级页面 就是玩家要么是一进这个bot 就能看到我们的广告 或者是他玩着玩着游戏 需要去 比如说额外的完成一些任务 或者领一些奖励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的广告 广告的触发方式和放置位置 不由我们控制 是我们的publisher去控制的 然后我们只是去界定 它的转化率和相应的 这个转化效果 这个跟AI有什么概念 我听到说 你们团队有非常强的AI背景 这个我们在这里 今天就不展开 因为后面后续 可能我们会有些 这个Z单用户交互的层面的东西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个我们可以到时候 再单独约个会聊一下 现在做广告网络 有一些竞对吗 然后包括那个Town 自己会做这个东西 有一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官方有Telegram Ads 然后传统的有一个叫做 Town的网站 这些都已经比较久了 俄罗斯团队 然后他们做和我们的这个做法 有一些差异 他们是做群内推广广告 就是他的消息 可能大家平时也会遇到过 在某些群里面 然后会出现一条Ads 就推到群里去 然后我们的差异是我们是场景内的这个营销广告 场景内的营销广告 其实如果我们对标微信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算是微信里小程序和小游戏类 项目方的 第一的盈利和变形渠道 所以我们和他的差异就在这个方面 这是官方的差异 第二类呢 确实也有另外一家叫做Ads Graham的俄罗斯的团队 他们早期呢 是做的这个 做游戏 做足球游戏出身的 然后后来应该是去年的时间转了这个 广告的赛道 然后做的和我们非常类似 按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应该还是纯中心化系统 在做的 而且他们也已经做了 应该是接近一年或者至少大半年了吧 然后速度上和这个 错课上 可能还是这个中国团队有 优势 但是我们有这种友商在早期帮助我们一起来 交易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 下一个是Pingo I think Is Pingo here? Yeah Pingo is here Okay I'm just going to share my screen Can you see my screen? Yeah yeah Yes Okay Yeah So Good day everyone My name is Melvin I'm the community lead at Pingo AI You know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today We've all seen how AI is transforming industries at a rapid pace But at Pingo AI we are not just riding this wave No We're actually leading it You understand Today I'm going to take you guys I'm not going to waste time I'm going to take you guys through our project So you see firsthand what we are building Our progress And what we expect to achieve in the future Okay So our project Pingo AI is We are on a mission to make AI accessible to everyone Not just the tech elites Not just the big boys But actually everyone who has access to an internet You know we are combining AI with the term blockchain To create a decentralized ecosystem Where users can generate and leverage AI driven content easily And securely But the thing is yeah Our vision goes beyond content creation You understand We are actually building something exceptional In the realm of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Okay So I want you guys to imagine something 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don't need to spend millions on building a data center Or building a supercomputer Excess top tier computational powers I mean that's the world we are building in Pingo here Okay We are integrating AI with Depend And we aim to democratize the access users have To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What does this mean? It means that anyone Anywhere Can tap into the global network of computational powers At a fraction of cost A fraction of the cost We mean no like little to no money at all You don't need to spend expensive money To just to build an infrastructure To grow an infrastructure anymore All you need to do Is just plug into our network And you can easily get power You need to build whatever you want to build What we are building will sav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Massive amount of money Okay So let's talk about the progress we've made so far We've successfully launched our Pingo bots If you can look You can see my screen right now I'm actually there With our Pingo bots We've successfully launched our Pingo mini bots And it's hosted on telegram Okay Our bot is not just user friendly But it's also incredibly powerful With a few simple commands You can You can Users can actually generate AI driven content in seconds With ease Now if you're looking at my screen now You see the place they would prompt Okay You just simply need to prompt the AI Give it to Think of an idea What do you want What kind of image do you want And then you prompt it When you do When you prompt it It brings it out for you You connect You create You collect your wallet And your content is there for you With a few simple commands Users can actually generate AI driven content in seconds Whether it's text, image, or something more complex The mini bot delivers high quality results with minimal imputes Okay So we also recently launched our Pony airdrop program Let me open that Recently launched our Pony airdrop program Which is also powered by our mini bots Okay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All users need to do is just to complete some easy tasks The easy tasks are here You just need to complete some easy tasks So follow our Twitter account Join our community Connect your wallet See my wallet is already connected And create a masterpiece in our mini bots You see that I was already created Which gave me 500 ponies And you can see my external score here You can also see the leaderboard This display We have 14,428 users And you can see who's stopping And you can see the number of people here Okay So We have a leaderboard as well I've already explained that But we didn't just stop there We also integrated seamless functionalities For users to interact with blockchain features Without actually leaving the bots Users can simply mince their contents Created as NFTs directly from the bots Without ever leaving the telegram And that's what makes it very simple And very easy to use Okay Since our launch We've hit some exciting milestones Our user base has grown steadily And that's improved very well We've seen incredible engagement In our mini bots You can see we have 14,000 users here already The feedback we have gotten has been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And users are praising the simplicity Of using our mini bots And the quality of AI generated content We have is also crazy We've also secured key partnerships With projects within the Tone ecosystem And it actually helped us expand our reach And capability One of our proudest achievements I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AI content engine Which is designed to learn and adapt over time Making the content it generates more accurate And relevant as it interacts with more users So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that The more you use The more our bots create content for people The more it creates designs The more it creates AI generated content It learns from them and it improves It keeps on improving It's like it's learning from the human interaction That's what makes it so amazing Looking ahead We have some ambitious plans We are gearing up for our airdrop campaign That will reward our early users and supporters Who are actually helping us grow and build our vibrant community Our campaign isn't just about giving away rewards I want people to know this Our campaign is not just about giving away money Or giving away tokens It's about inviting users to 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emselves Beyond our airdrop campaign We are looking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And we are working towards expanding our mini bots capabilities In the future So we plan on integrating more advanced AI to And further scaling our decentralized network You hav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e are really committed to making AI Not just accessible But truly empowering to everybody You understan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project All you have to do is check out our doc Check out our official website Check out our deck They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our business model The market's potential And the steps you are taking to lead this industry Our project is not just about creating another AI platform Now I want you guys to understand It's not just about creating another AI platform It's great beyond that It's about building a new infrastructure for AI in the web3 world By making computational resources more accessible and affordable We are opening the door to innovation For countless people and projects We are excited about the futu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in what we are doing And we are confident that with the support of partners And investors like you We can turn this vision into reality Thank you guys for your time And I look forward for any questions you might have for me Pingway 有没有问题 Is there questions? If we don't have any questions We can let our next version Next one is Tailgather Yeah Alright Good morning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ownConsumerAppCamp demo day I'm just about to share my screen Alright So Can you all see my screen? Hello Yeah Yes Alright I'm on the ground and lead community manager at Tailgather I've been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for 10 years I've been working across all different utilities From metaverse to NFTs to real world asset tokenization I am passionate about gaming I tell the story of gaming experiences In a way that grasps the attention of the players Before they even flee So without further ado I'm excited to introduce you to Tailgather A telegram based minigame platform designed to elevate your minigame experience Tailgather is designed to create a vibrant and engaging ecosystem Where both gamers and game developers can thrive I'll play this demo right here so you can see I really hope that it doesn't waste a lot of time Alright So that's the demo I'm moving on straight to page 4 to show you our key features Tailgather is a unique destination on telegram Where you can access a large amount of fun and captivating minigames Crafted by talented cre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ve created a space for both gamers and game makers For gamers You will have access to tons of fun minigames By talented creato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lus you can unlock impressive airdrops Or other incentives by playing our games Dominating leaderboards is also there Where you can invite your friends Showcase your skills and join exciting events For game makers We've got your back Why Because we offer free technical support And resources to publish your minigames On the telegram ecosystem Our team of experts will guide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 At the heart of Tailgather is our growing community Of passionate gamers and innovative developers This interconnected network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our platform Where individuals can connect, collaborate and engage With like-minded individuals who share the enthusiasm For gaming Moving on to page 5 I'm going to show you our gaming list So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playtest For our first match 3 casual game Lucky Axie Marking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our minigame publishing pipeline On telegram You can see Lucky Axie right here Lucky Axie playtest has been a thrilling success With 200 unique levels And a competitive edge Foster 2 leader boards We've captivated a community Of 2,000 early adopters Who have already begun To master the game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As we have an exhilarating lineup Of new games coming your way this August See that right here Upcoming games for August 2024 We're kicking off the month with a splash By releasing our game Fantastic tomorrow Fantastic is right here Stay tuned also As we prepare to launch Island Defense A strategic tower defense game Followed by the fast-paced flying And dodging adventure Skyhopper Both of them are right here Be sure to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For the latest updates and release date I'm moving on to page 6 right now To transition to our coin profile Behind the success of all these games Is our outstanding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team Glenn our CTO Is a game development veteran With 17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In technologies like Solidity, Motocode and Rust He's a leader in blockchain gaming And shares his knowledge through popular Twitter spaces AMAs Earning recognition from industry leaders Like the director of ICP China Hub Moving on to page 8 I'll show you our founders So I'll start with Vince He's our visionary founder He's a pioneer in AI education And AAA game development He's a recognized leader in industry Having been a guest speaker At the previous World AI Conference in 2024 And our project director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Of delivering pillar game titles For industry giants Like Riot, Blizzard and Activision Our expertise and leadership Have been vital in shaping TellGuard's success Moving on to page 9 I'll show you more of our team members Here's a list of other exceptional memb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ir collective expertise Forms the core engine Driving our innovative minigame platform Beyond our core team TellGuard boasts an exceptional group Of individuals Industry veterans And academic experts With a deep bench of talent Spanning economics Gaming, blockchain And operations This team brings together A unique blend Of strategic vision And practical skills And market insight From gaming to multi-chain development The Tailgather team Is uniquely positioned To deliver A groundbreaking project That redefines the industry landscape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Our team spread on page 10 We have over 100 asset creators In Shanghai And 40 concept and creative artists In Nanjing Boosting our project's visuals Our San Francisco business center Established in 2016 Drives operations While the metaverse innovation institute Founded by Vince in 2022 Underscores our commitment To cutting edge technology This global network of talent Is the backbone Behind cell gathers growth I'm going to cycle through page 11 to 13 So you can see our key partners And project collaboration Here are some highlights Of our key partnerships And collaborative projects As you can see Blizzard, EA, Amazon GameStudios, Activision And so on You can see Diablo Warcraft, Harry Potter And so on Here you can see Clash of Plants, Fortnite, Call of Duty And so on Now I'm going to move on to Some of our pa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Which include mobile And casual game projects You can see I'm going to cycle through them Quickly So we can move on To our community I hope you can have a glance Of these In the short timeframe So I'm going to move on To our community So since it's launched in June Alongside the playtest Of our first match 3 game Lucky Axie Tellgather has rapidly grew And garnered A vibrant community Of enthusiastic games And developers So I'm also thrilled To announce to you That we hit a major milestone 10,000 followers In just over a month This incredible growth Is a testament To the amazing support And engagement From our incredible community A huge thank you To all our amazing players For being part of our journey I'm going to show you Our community achievements Our game event tweets Consistently achieve high engagement On social media And our community Is thriving With players Actively integrating Our rooms Into their daily lives Page 19 In is going to show And display our Go to market strategy Telgather's Go to market strategy Focuses on Building a strong user base And generating revenue We will attract players Through telegram marketing And word of my recommendations While keeping them engaged With exciting gameplay And community features To generate income We will offer in game purchases And explore opportunities In cryptocurrency And competitive gaming Up next is our roadmap While our game development And release plan Remain a top priority I'm excited to hear That Celrather is Garing up for a public Listing With the target launch date Of Octob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a strong market Will provide the perfect stage For our next chapter This exciting transition Will empower us To create even more immersive And captivating gaming Experiences for our players Up next are tokenomics Here is the tokenomics Of our project And stay tuned For more updates Coming real soon Please follow our ex from here Thank you all For your time tod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ll be happy To address them Please follow our social media channels For the latest updates On Celrather Let's embark on this gaming revolution Together Thank you Um So Ping Wei Can you ask questions If you have questions Oh Hi Ajala This is Vincent From Initial Capital So How many games Have you on board? So we have We have one game Which is live And that's our match 3 game Lucky AXE Then We are gonna launch Fintastic tomorrow Fintastic is launching Tomorrow So the 10,000 followers You just mentioned Is the fans Or Is the players Inside your game? Yeah Twitter followers Twitter followers We have over 2,000 players Already For Only Lucky AXE We Expect more To grow For Lucky AXE And as we're launching Fintastic tomorrow We also expect Our number of players To grow exponentially as well And So So How How many employees In your team Are actually working On games Or they are just Like to contact Different teams To get the To get the copyright To publish Okay So actively The development team Is located in Shanghai But because We're a global team We also Incorporate talents From across the world So The exact figur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developing The game I don't know the exact figures But the team The main development team Is located in Shanghai Okay Do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So let's give mic to Nathan Okay Okay 那我们差不多都结束了今天 然后我们可能两天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把获奖的名单通过媒体公布出来 然后接下来也是希望媒体拿到那个我们打分表的时候 然后在两天之内提交给我们 那就是现在 Okay We are very pleased with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We announced the winners And subsequent arrangements In about two days Thank you 好 Okay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Okay Thank you all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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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Good 谢谢观看